晚上五点半 秦宇 麒麟 还有非洲兄弟老黑三人 已经在食堂吃过饭后 诸位才带着其他人回来 出去了 诸位咕咚咕咚喝着水 大咧咧地回应 有个小崽子 找我家里人毛病 我带兄弟过去看看 没事都解决了 秦宇沉默数秒后笑着点头 行 说说案子吧 今晚全加班吗 诸位放下水杯 吊耳郎当地走到秦宇旁边问道 还有烟没 给我来个 没了 就那一盒都抽完了 抽挺快啊 这好东西你们倒是搂着点糟啊 诸位打开自己抽屉 拿出电子烟 作了一口问道 今晚加班搞吗 嗯 原队吩咐过 这案子要快点查 今晚大家辛苦辛苦 先踩踩点 摸摸药贩子的路数 众人闻声还都没回话 诸位就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 再次说道 这都不用摸 药贩子全在土渣街干活 咱过去一刷一个准 去了就能找到 哎呀 那要不是上那打招呼 谁管这帮药贩子呀 啊 他们在土渣街呢 都是明晃晃开门犯药 我碰着好多回了都 原队跟我说 特区这边对药物管控很严格呀 他们敢这么卖 咱们第九特区跟别的区不一样 因为这里是后建城的 而且是唯一一个有这么多人种 这么多民族组成的特区 所以情况比较复杂 去年特首大选 松江和凤北都发生了军事冲突 乱得很呢 哦 那直接去路面上扫 行得通吗 麒麟闻声刚要回话 诸位就抢了一句 有啥不行的呀 咱们趁着现在严打药犯子的风还没露出去 先抓几个线索 那案子反而好破呀 秦宇觉得诸位有点不靠谱 这人挺愣的 所以冲麒麟问道 你觉得直接去查合适吗 那边情况我不了解 他 诸位一笑撇嘴骂道 麒麟这个小狗吧 可会干活了 一有事他就躲 哪危险就不去哪 所以他上哪了解那边情况去啊 这话有点重 但是麒麟却一笑也没吭声 小秦 你是刚来 你听我的肯定没错 咱今晚就出去扫下 先抓几个线索 后面就好办了 诸位完全摆不清自己位置的喊道 是吧 来 搁几个活动活动 一会儿我去枪库签个字 咱拿枪啊 众人已经习惯听从诸位的命令 所以都纷纷站起身 秦宇坐在椅子上 双眼盯着诸位 也没有阻拦 只是轻声说道 行 那就去看看情况吧 诸位从办公桌上跳下来 笑着一巴掌拍在秦宇的胳膊上 兄弟啊 来了三足 你就算是捡着了 咱们这帮兄弟都不是那种静色的人 你办事敞了 诸位肯定带着大家捧你 秦宇被拍了一下后咬了咬牙 低头看了一眼胳膊 忘了忘了 忘了你身上有伤了 诸位愣了一下 立马上前说道 没错吧 秦宇抬头瞄了对方一眼 没事 你先去取枪吧 行 那我先去了 秦宇扫了一眼诸位的背影 眉头轻皱着若有所思 组长 诸位和老三不一样 他没啥坏心眼 平常就大累累的 爱开玩笑 爱跟人闹 你别往心里去 啊 不知道 你们是否在生活中 遇到过诸位这样的人 他们不管你是啥性格 却经常愿意开一些 很过分的玩笑 天天吊耳朗当的 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为人处事 也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当你要跟他发火 他却死皮赖脸的一笑 说一句咱们就是闹笑话 你看你咋那么小气呢 然后继续这样 绝对不改 如果在普通圈子 你遇到这样的人 可能会选择多远点 以后不搭理他了 但是秦宇却不行 因为朱伟是他的同事 大家需要天天 在一口锅里脚马勺 你完全避不开他 可他这样不分主次的瞎搞 经常替自己发号施令 当着普通警员 却抢着组长的台词 那秦宇以后怎么干活啊 而且最棘手的是 三组这帮人 还全是诸伟的朋友 你刚来就搞了他 那很容易 闹出内部矛盾 怎么办呢 秦宇在心里掂量着的同时 麒麟也在冷眼旁观 他也想看看 这个新来的小子 啥时候会跟诸伟翻脸 翻脸后 他还能不能当吻 这个三组组长